iPhone 本身的拍照程式,甚麼功能都沒有 按這裡又拍不到,按那裡又拍不到 好像很不方便 咦?為甚麼不同了?多了些東西選擇 安裝了這個 Dark Room 的程式,就可以有不同的功能了 首先我們先說說防手震功能 只要按右下角這個按鈕就可以選擇 它有低、中、高、三個程度選擇 我們先試一下高 在拍照的時候,當手夠定的話,它就會自己拍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按一下螢幕就可以拍到? 其實只要按一下這個按鈕,就可以把整個螢幕變成快門仔 你說是不是很方便? 另外它還有 Timer 功能 有三秒、十秒和三十秒可以讓你選擇 咦?為甚麼拍到斜了? 其實在 Dark Room 裡面,它內置了構圖的功能 當開了之後,就會顯示格線方便去構圖 現在看上去就變得漂亮了 其實它打橫也可以 我們平時這麼喜歡周圍遊歷 這個 Nearby Places 功能就適合了 它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 例如我想找一間一間餐廳 按一下照片,就可以看到預覽圖 在這個時候 按一下右上角這個按鈕 就可以選擇用 email 傳給朋友 又或者 Copy Link 在 Nearby Places 這一頁裡面 按右上角這個按鈕 就會多一個 Description 要找地方就自然更加容易 而 My Places 這一頁就是看自己拍的照 除了看自己拍的照之外 它還可以看其他 Dark Room 用家拍的照 在 Explore 這一頁裡面 就可以看到其他用家上載的照 如果你看到喜歡的照 除了可以 Email Share 給其他人之外 還可以 Favorite 了它 甚至留言給別人都可以 最後提提大家 當大家在主介面的時候 按左邊這個按鈕 就可以看回網上的照 而按右邊這個按鈕 就可以看回不同的功能 增加拍攝的樂趣 一到去設定畫面 就可以設定你的Step Case Account 和你的Twitter Account 還可以設定Auto Save Photos